大家平安 我过去一直都是活在恐惧的里面 因为对于跟人的互动上面 我有很多的惧怕 我会设想说 如果他不理我 会怎么样 我无法招家 所以我在牧羊的服饰上面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面对每一次跟人的互动上面 老实讲 我都觉得我很刻意 我觉得我做起来非常的用力 但是上次牧师的信息 再次的挑望我 让我知道即便可以 我还是要去勇敢的去尝试看看 所以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我开始约我牧羊的弟兄 跟他们有一个一对一的通话时间 邀请他们可以跟我有一个 每个礼拜固定一次 让我能够关心他们 为他们祷告 那我约时间对我来讲容易 但是在通话过程当中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 老实讲我的话很少 我不知道怎么关心 所以我只能说 上帝帮助我 让我先鼓起勇气来 先做一个邀请的动作 上帝就为我预备很多的恩典 那在疫情期间 我在牧养儿童的时候 其实跟家长的连结上面 其实我也很卡 因为我知道我在牧养上面 其实我都会想要躲在那个荧幕后面 我在线上RPG的时候 我可以很活泼 但是实际上要跟人家通话 跟人家对道话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是上帝就赐给我一个勇敢的心 这礼拜我开始就是鼓起勇气 就是找时间 然后打电话 关心一下我们儿幕的孩子 那关心当中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的话还蛮多的 我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小朋友都不想挂电话 我就觉得说 感谢神就是上帝 透过我的一个跨出去 给我勇敢的心 然后这礼拜 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我在探访的过程 复苏行动 实际探访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自然 不会觉得说好像很用力 所以我就感谢神 透过主日的信息 眺望我 让我勇敢从电话开始 然后一直到实际的探访行动 都给我很棒的一个经验 也让我知道 其实关心的建立非常的容易 当我们愿意跨出第一步的时候 其实人跟人之间 就会产生一个美好的连结 他会感受到我们的关心跟爱 他们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天父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表达 可以去祝福到许多有需要的人 这是我的分享 好 我们谢谢陈恩 非常好的分享 感谢陈恩